一定要多蘸一下這個辣椒醬啊 這個辣椒醬真的不辣 但是非常的香啊 我現在在青島的西鎮 在我來青島之前 很多小伙伴給我推薦的這邊的一家臭豆腐 說是非常的特別非常的好吃啊 現在我打算去試一下 我屋裡好多人在排隊啊 還是你呢 師傅 總有用 你這兩個食材呢 不用你放一塊就行了 20塊錢 給我拿一份臭豆腐 然後拿一杯酸梅湯 師傅這個不用要了 可以 要一點點不用太多 現在吃 排了一小會買完了啊 一份臭豆腐 還有一杯酸梅湯 然後那邊還給我盛了一點那個辣醬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啊 湯裡面還澆了很多的湯啊 然後首先這份臭豆腐就是聞著一點也不臭啊 金黃金黃的 來一塊吃一下啊 那個汁是那個 就那個湯汁是那個醋 炸得非常的酥脆 一點也不臭 但是非常的香 嗯 咬一塊給大家看一下 一層殼 然後裡面的豆腐非常的軟非常的嫩 嗯 可以啊 這塊上面好多的那個辣椒啊 他還給我配了一個辣醬 蘸一下試一下啊 其實他這個辣醬並不是很辣 還是得蘸一下這個辣醬好吃啊 這塊太辣塊了 外面吃一層辣醬然後咬下去裡面會爆汁耶 吸收了一些那個醋汁對 試試這個酸梅湯啊 底下有一顆烏梅啊 還可以 還可以 一定要多蘸一下這個辣椒醬啊 這個辣椒醬真的不辣 但是非常的香啊 它裡面加了好多的芝麻 講真的啊 講真的啊 賣臭豆腐的 很少看見有這麼大店面的啊 它這屋裡大概有十幾張桌子 基本上全都做滿了 全是在吃臭豆腐 然後這也是我到目前屋裡吃過可能最不臭的一個臭豆腐了 這家剛剛有二十幾年了 之前好像是非常的臭 然後 老輩鄰居投訴 後來就改良了 變成不臭了 但是不臭是不臭 吃起來確實非常的香 也確實非常的好吃啊 剛剛在前上還看到啊 就是連央視都在採訪過啊 確實相當給力的一個臭豆腐 照顧 ож跟朗指 好啦 只不過要死啊 比如說